真正的唐建敏是无辜的 被枪决的又是谁 2002年种下的一个早晨 抢奸犯唐建敏站在了湖北省宜昌市郊外的一块空地上 凝视着脚下的黄土地 等到了法院执行死刑的枪响 一颗子弹穿透他的头颅 将这个歹徒送到了地狱 在落网前大约一年的时间里 这个穷凶极恶的歹徒在当地四次抢劫独行女市民 并将其中两人捅成重伤 但若仅是如此 还不足以为我们所关注 我们要告诉您的事实是 真正的唐建敏在死囚被枪决的12年之后 依然活着 这个曾经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认定 由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雁明正身 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死刑犯 已然娶妻生子 一家人常年在北京打工 死囚为什么复活了 2009年 湖北省检察院启动调查 后查明 在湖北宜昌 抢劫犯唐建敏 从被抓获 羁押 审查起诉 审判 直至最终的燕明正身 明正典型 司法机关都没有发现 他原来并不是唐建敏 而是名叫张文华 枪毙了一个冒牌的唐建敏 自然不妨碍真正的唐建敏好好地活着 可是张文华又是谁 他为何能够一路通行无阻 以唐建敏之名受审领死 又是什么原因 让他致死也不肯表露自己真实的身份 张文华 曾于1997年在襄阳犯下了另一起谋杀罪 骑在逃亡的路上 还书信举报了同伙徐浩 当地监狱里 至今关押着这名掌援了17年的同伙徐浩 他还苦苦地等待着 让已经被枪决的张文华有朝一日能够落网 以查清这起谋杀案 还自己一个清白 张文华说他叫唐建敏 警察就记录他是唐建敏 案子就这么办下去 如今随着张文华冒名死亡被发现 有关徐浩杀人的案子 也成了说不清的死囚一案 用老百姓的话来说 就是死无对证 这也引起了湖北省检察院的高度关注 该院目前正在着手重新树立此案 我们相信 只要回归常识 注重证据 还原事实真相并不困扰 活着的唐建敏是无辜的 被枪决的死囚唐建敏又是谁 在死囚的真实身份下 还隐藏着另一桩谋杀 和一个已经喊员了十余年的杀人同伙 9月16日 南水北调水源的丹江口水库旁的 河南省西川县后坡镇 连续数日的阴雨后 天气放晴 一些人甚至重新穿回了短袖 地里空着 还不到重脉的季节 65岁的前河村老之叔 李明湛也闲在家里 没有出门 提起村民藏店中 加九年前的一桩遭遇 李明湛至今还记忆犹新 同时哭笑不得 因为这事实在是太离谱了 14年前的夏天 李明湛受托 转交村民李电中家一份 湖北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通知 称唐的儿子唐建敏 因犯抢劫罪 被执行死刑 让家人前去领尸 李明湛说 当时唐家没人 也就没人去领尸 不料一个多月后 已经死在宜昌的唐建敏居然回家了 当时这位刚从北京打工回来的青年搞不懂 乡亲们为何用奇怪的目光看着他 死求复活 唐建敏是唐建中的二儿子 十年三十岁 常年在外打工 由于平素里父子关系不好 他去到哪里 也不告诉家里 甚至不留联系方式 法院的通知 让村里的人都很吃惊 这小子在外面违法犯罪 被枪毙了 一个多月后 村里人再次大吃一惊 哎哎 已经被枪毙的唐建敏 活生生的回来了 还在村口晃的呢 吴卫省高级人民法院2002年的刑事裁定书中写道 1972年8月21日出生于河南西川县的唐建敏 于2000年9月30日晚穿夹克戴帽子跟踪女子黄亚在宜昌市珍珠路实施抢劫 抢走黄亚身上的一部手机及钱包 此后唐建敏又连续作案 抢劫三名女子 并将其中两人捅成重伤 2001年8月19日 唐建敏被警方擒获 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以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 恕罪并罚 判处唐建敏死刑 唐建敏认为量刑过重 提起上诉 湖北省高院二审维持原判 并由院长吴家友签发了执行死刑命令 宜昌市中院 于2002年6月6日 对唐建敏执行了死刑 可是既然唐建敏还活着 而且并未到过宜昌 那么被处死的人又是谁 唐建敏今天过春节 还回来过 他带着老婆孩子 在北京打光 李战明说 我们现在都在纳闷 法院是如何判刑 又如何验明证身的 关于在宜昌被处死的 罪犯唐建敏的真实身份 多年以后 才为钱和存人所知晓 2008年8月 一名从北京来的律师 找到了唐建忠 询问张文华与他家有何关系 唐建忠告诉远道而来的律师 张文华是唐建敏的表弟 家住在湖北相反 今日的襄阳 是姐姐唐建荣的儿子 但已经很久不来往了 他和姐姐家 也多年没走动了 律师告诉他 张文华就是死在宜昌的唐建敏 在逃犯说 我以跳江而亡 张文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为何冒用表哥的身份 直至最后的处决 襄阳市政法机关 给出的问题答案是 张文华是一名 一直未被抓获的杀人待逃犯 1997年7月26日 襄阳县 近襄州区 襄东嘉勇站门口 花池内 发现了一具身长170厘米 长发的年轻无名男尸 经法医鉴定为勒死 同年7月30日 马东 郑卫东 韩静 王静 分别到派出所 报案 及认识 确认死者为相反 是传染病医院保卫科的科员 23岁的李俊 几人的报案军程 张文华逃走前 曾告诉他们 并且逃走后 也从外地打来电话说 他和迎续小学教师 徐浩 一恋胆 把李俊杀害 并抛尸 张文华10年25岁 初中文化 未婚 做执品生意 父母为退休工人 死者李俊 是张文华的朋友 双方还是传销上下线的关系 徐浩则是张文华的初中同学 迎去小学音乐教师 张文华曾经数次提出 将其销售的纸品 送到学校代销 被徐浩谢绝 此后 张湾派出所 接连收到了张文华的 两封举报信 举报信称 7月24日晚9点多钟 他和徐浩 李俊 三人在家里喝酒 徐浩用绳子 勒李的脖子 他则抱住李 过了20分钟 徐浩用锤子 砸李的头部 然后他们开雄风模子车 抛尸 徐浩把李脱下车 放在路边 并用尖刀戳尸体的脸 颈 腹部 把他的血衣 刀子 扔到了路边 将车放在了早阳市 一家摩托车修理部 后搭乘公车回家 两封举报信 均是用空白的信用社 储蓄存条写的 还画图标明了抛尸 及存放摩托车的位置 在信中 张文华将杀人 和毁尸的主要责任 都推给了徐浩 对于自己的去处 张文华做了这样的交代 我最大恶急 几天晚上睡不着 良心也吃不消 你们看到我是 一条汉江而亡 或吃安眠药 死在山里 当然 后来发生的事实是 张文华既没有 跳江而亡 也没有吃安眠药 死在山里 虚晃一枪后 他到了临近的宜昌市 继续作恶 直至被当地的警方擒获 被法院判处急刑 死求疑罪 张文华 以表哥唐建炳之名 做别了人事 并且直到最后一刻 也没有讲出自己的真名 这并不难理解 因为张文华之后 抢劫四个女人 并且将两人捅伤 应该属于抢劫罪 在抢劫罪 尚没有搞出人命的情况下 有可能不判处死刑 所以张文华谎称自己是唐建敏 目的就是掩盖自己 之前杀人的恶行 想减轻罪行 这让他的杀人罪行 为得到法律上的追究 成为漏罪 更为重要的是 他的死 让其举报的徐浩杀人 难以对治 成为一桩深厚疑案 在他逃亡期间 徐浩被抓 并被认定为有罪 判处死缓 但十多年来 徐浩一直让援 据湖北湘凡市 中级人民法院认定 1997年7月24日 张文华以湘凡市 传染病医院职工李俊 为嫖娼产生矛盾 张文华随生杀李之心 7月25日上午八时许 张文华邀约徐浩 共同杀李 徐当即同意 二人商定 用酒江李灌罪后杀死 当晚九时许 张徐二人 江李骗着了张家 张文华以比赛力气为名 从李俊背后 把李抱住 徐浩见状 取出事先准备好的塑料绳一根 把李俊进步套牢猛勒 张文华用一铁锤 猛击李俊头部后 也用绳索紧勒李进步 见李死亡后 二人方才罢休 然后二人骑着摩托车跑时 并用尖刀乱刺李俊的脸 颈腹等部 很明显 法院最终认定事实 与张文华举报有出入 在法院认定的事实中 用铁锤猛击李俊头部的是张文华 而非张文华所举报的徐浩 毁尸也是二人共同的行为 并非徐浩一人所为 张文华一死 徐浩的案子 也成了死无对证的一案 举报信 还是陷害信 记者在襄阳市二十中教师宿舍 找到了徐浩的家时 看到了景象 堪称惨淡 法院判决 律师辩护词 证人证词 审讯材料 铺满了客厅外加茶几 当时是下午一点 徐的母亲退休教师赵克凤 连早饭都没有吃上 沙发上摆了徐傅的一项 徐克凤以真凶举报在逃 无辜替罪坐牢 真凶落网已毙 无辜扔压牢内 二十四字来形容这起案件 他说 自己整天沉浸于案情之中 根本无心收拾 徐浩的父亲徐新玉 2002年过年前 因儿子在狱中无法团圆 心情激动 突发脑浴血 2004年去世 死时65岁 家人明确的说 老爷子是被气死的 以前是我们夫妻俩 一起为儿子跑各个机关 要求再审 他走以后 就是我一个人在跑 赵克凤认为 公安机关完全采信了 杀人凶手张文华 再逃血的陷害信 立即对徐浩进行拘捕调查 并完全按照再逃凶手的意图 对徐浩刑讯逼供 用残暴的手段 获取了徐浩参与杀人的口供 随后检查机关 法院也同样采信了 再逃凶手的陷害信 给徐浩认定了杀人罪 拿到减刑裁定就撕了 从襄阳城区以西 约十公里的凉坡 是湖北省湘凡监狱的所在地 徐浩在这里服刑 监狱预证科的科长证实 徐浩进入监狱以后 就一直不认罪 状态非常不好 不与任何人交流 他说自己的心已死 就是快要行事走肉 从管教到监狱长 在他身上耗费的精力是最多的 尽量给他做工作 开导他 曾科长说 徐浩最严重的时候 是他父亲去世以后 一度出现了精神病的亚木江状态 近两年情况好转 徐浩开始参加一些劳动 并且愿意在监索 健身文化活动时 为大家弹奏电子琴 他的电子琴弹得非常的不错 注解 亚木江 指患者不言不语 不吃不喝 不动 言语活动和动作行为 处于完全抑制状态 大小便逐流 由于吞咽反射的抑制 大量的唾液 积在了口腔内 侧头时 顺着口角外流 患者的言语活动和动作行为 明显的减少 但是还没有达到完全消失的地步 则称为亚木江状态 曾科长承认 徐浩至今仍然不认罪 一直要求案件重审 而管教干部则不主动提起 以免给他造成刺激 据徐牧说 徐浩入狱后 没有主动申请过减刑 在服刑九年后 监狱很关心他 主动申请为徐浩减刑 到有期徒刑二十年 徐浩拿到减刑裁定后 就撕了 我没有杀人 我知道我的案子不大好改 我也不想给法官添麻烦 请尊敬的省高院法官 判我立即执行死刑 这样我母亲就用不着名冤了 在2009年8月24日的信函上 徐浩这样写道 据悉 在徐浩杀人案的办理过程中 曾经证据不足 相反中纪人民法院 1999年3月19日裁定 准许相反是检查院撤诉 但仅仅一个月之后 1999年4月19日 检方为补充任何的新的证据 法院却判决徐浩死缓 而根据最高法 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院裁定准许检察院撤诉的案件 没有新的事实证据 检察院重新起诉的 法院不予以受理 湖北真武律师事务所主任 董文高 在十多年前是徐浩的辩护律师 从一审到中审 他至今持徐浩无罪的观点 公诉认为 被告人不能证明他没有实施犯罪 因此公诉方提出的大量证据 就证明了被告人有罪 董文高律师说 这真是荒唐可笑 他认为 判决徐浩犯故意杀人罪 既缺乏直接的证据 间接证据 也不能形成证据链条 在当时的辩护词中 董文高律师即直指 张文华在逃途中 连写两封检举徐浩 行为违反常理 张文华 是这起杀人案的主犯 按照杀人犯的一般心理 要么是害怕销毁证据 张文华则不然 他说他害怕 他却能在犯罪后 找来好友马东 郑卫东 不厌其烦的 把他和徐浩如何犯罪 讲给他们听 人细节也不放过 那么徐浩帮他杀了人 他们的关系 应该是更加的亲近 他有必要马上出卖徐浩吗 已去世的徐浩 为儿子书写的申诉材料里 也有类似的分析 徐浩设问 张文华起了杀人之心后 就邀约徐浩一同杀人 事后又是告诉朋友 又是写检举信 他是怕自己的罪行 不被别人知道 还是怕公安机关不知道 如果是后悔害怕 为何不投案自首 争取宽大处理 这是明显的栽赃陷害 董文高说 该案甚至没有证物 仅找到一把刀鞘 还没有徐浩的指纹 在抛尸现场 提取到脚印 并非徐浩的 作案用的凶器锤子 绳子以及血衣 无一提取到 此外 法院认定 张文华和徐浩 将运尸体的摩托车 丢在了摩托车修理铺 而在摩托车修理铺 李峰的证人证言上 也明显超越了常理 案发后的7月31日 办案民警 带着徐浩到早阳市的 李峰摩托车修理铺 但李峰没有认出徐浩 8月3日 民警拿着张文华 和徐浩的照片 给李峰辨认 李峰认出了张文华 是摩托车修理的 两人之一 并没有认出徐浩 但在案发5个月后的 当年12月31日 李峰辨认照片 反而准确的认出了徐浩 民警是如何让李峰辨认的呢 案件显示 民警一共出示了6张照片 其中有4张 是明显的囚犯照片 另有一张上的男子 是30来岁 剩下的一张 就是20岁时的徐浩的照片 徐浩认为 李峰先前已经得到了 疑犯20来岁的消息 这些因素 都直接诱导他 选择了徐浩的照片 徐浩还称 据李峰母亲说 民警直接指着徐浩的照片 让李峰辨认签名 这种行为 明显是公安局 为了尽快的结案 做出了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张文华冒用他人的名义 被处死 经查时后 其一案蹊跷之处 预险突出 引起了湖北省检察院的重视 9月16日 湖北省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 新闻发言人徐浩明称 该院已经着手 重新梳理该案 如确有重大疑问 将进行再审抗诉 要求法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予以再审 我国知名法律学者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司法高等研究所主任徐欣认为 此案非常的离奇 也称将密切的关注此案的进展 不能说的秘密 张文华冒名被枪决 是谁发现的 如何发现的 记者来到宜昌 未得到理想的答案 根据湖北省检察院 恶检控身回复 2009年23号回复函 是徐浩母亲赵克凤 去信反映 唐建敏实际未执行死刑后 该院才指派宜昌市检察院 监索监察部门 开展调查的 经查阅卷宗 走访办案人员 照片对比 文案鉴定后确认 因犯抢劫罪被执行枪决的 实为冒唐建敏之名的杀人犯 张文华 也就是说 死求张文华被执行枪决 7年之后 2009年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 出具的官方回复函 才最终确认了他的真实身份 记者前往宜昌市检察院 监索处 处长赵青表示 未听闻过盖起调查 而在唐建敏 四次抢劫案发地 宜昌市西陵公安分局 其政工科科长胡少红 也表示 未对此案有任何的印象 那么 徐浩母亲赵克凤 是如何得知张文华 冒名被处决一事的呢 赵克凤告诉记者 张文华被处决 是2008年 自己从湘凡市政法委副书记 姚家联处听说 或许是姚体恤 他为儿子跑了十多年 姚也同样是有儿有女的人 加上其实姚已经接近退休 就告诉了他这个秘密 姚家联是何时得知张文华 以冒名他人执行枪决 难道襄阳市政法机关 早已知道 却秘而不宣 记者联系上了姚家联 姚成已退休 无意再提起此事 刻意回避了记者的提问 这个案件 疑点众多 一 抓住嫌疑人 难道不要确认身份 张文华被捕 工人自己叫唐建敏 这并不稀奇 作者看过的杀人案件 刘灿犯被捉以后 不会有什么人主动说出自己真实的名字 一般都会胡说一个 正常的办案逻辑 自然首先要去案犯 共认的户籍所在地查询 看看是否有这个人 身份是否属实 同时看看这个人身上 还有没有其他的案件 奇怪的是 司法机关最终 却以唐建敏的名字 给张文华定罪 似乎根本没有做以上的这些事情 但你说没有调查吧 好像也不是 因为最后的领事通知书还是发到了唐建敏家 说明警方还是知道他家的地址 也就是应该做过了调查 但既然做过了调查 所有的户籍都没有登记照片吗 你一看就知道是不是本人 如果再慎重一点 也可以找村长等人辨认一下 到底是不是这个人 全中国一年死刑犯也就几千人 湖北省人有多少 顶多几十人 这几十人 每人确认一下身份 能有多费事 更况且 湖北省和湖南省是临省 为什么不做 这点非常的奇怪 难道是已经知道张文华涉嫌杀人案件中 有个嫌疑犯人徐浩 已经被捕入狱 而且很可能是冤案 所以故意将张赶快的枪毙 造成死无对证的局面 二 抓捕嫌疑人以后 要不要通知家属 理论上 被捕入看守所以后 都要通知嫌疑人家属 张文华被枪毙以后 领事通知书 能够发到唐的家里 说明地址根本就是知道的 为什么不发个通知书呢 即使家里关系再不好 知道儿子要被枪毙 多少也要去看一看的吧 如果家属一到 这个人是不是唐建敏 岂不是非常的清楚 这又是很奇怪的事情 三 杀人犯 会在自己逃亡的时候 主动检举同伙吗 述作者孤陋寡文 我还真没有听过有这种事情 杀人犯杀了人 一般就是文中说的两种情况 一是立即远走高飞 隐姓埋名地躲起来 二是破罐子破摔 火同同伙 继续杀人犯案 而张文华在杀人后 在逃跑之前 却不慌不忙地将杀人细节 告诉了多个朋友 并且说是同徐浩一起干的 又知道他们肯定会去报案 这显然不符合逻辑 张此举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是后悔 那应该去关机关投案 这样还可以减刑 如果是夸耀 谁会在杀人之后 立即对这么多人说具体的杀人细节 难道不怕这些人去举报 即使就是夸耀 一般也是在案发后多年 像一样劣迹斑斑的同伙夸耀 至少保证这人不会揭发自己 至于写检举信 就更不可思议了 张文华说写信的目的是自己后悔了 自己写信 是为了明白犯罪经过 自己已经投合 或者自杀服毒 粗一看 逻辑也通 犯罪分子后悔犯罪 在死前揭露一切 但搞笑的是 张文华不但没有自杀 而是继续的作案多起 被发现的 已经是抢劫了四人 重伤了两人 显然说明 他根本就没有想死 甚至是最后被捕时 他连自己的真实性命都不承认 说明他试图尽一切的力量 掩盖之前的犯罪事实 这同写揭发信 坦白 简直就是自相矛盾 那么他所谓的后悔犯罪 向警方坦白 也就很可能是假话 总之 张文华所谓坦白自己和徐浩一同杀人 明显对他和徐浩没有任何的好处 本来警方并不知道这是谁干的 张文华主动向朋友供述了自己和徐浩干的 然后自己逃跑 却留徐浩在老家 这余情余礼都不可思议 随后又写信继续揭发徐浩 又连续写了两封信 唯恐警方不知道徐浩杀了人 这可以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 张文华不管动机到底是什么 他多时在试图置徐浩于死地 张文华明白 警方急于破案 一定会先将徐浩抓捕归案 四 徐浩杀人案的疑惑 徐浩杀人案目前其实很简单 根本不能确认 用律师的话来说 第一没有直接的证据 第二没有间接的证据 所有的证据仅仅为张文华的揭发信 而张文华本人已经被枪毙 死无对证 没法指认 按照一罪从无的原则 徐浩显然不应该定为故意杀人罪 即便知道徐浩是真的杀人犯 但你没有足够的证据 也不能定罪 没想到他却被判成死缓 还在监狱里面关押了十多年 徐浩在监狱内的种种表现 似乎可以表现他有极大的冤情 如果真的是杀人犯 杀了人 没有被枪毙而是死缓 似乎应该高兴一下 毕竟那个张文华因为抢劫四次 重伤两人 貌似罪行比徐浩还要轻 并没有搞出人命 也被枪毙了 但徐浩十多年来拒绝改造和减刑 这就不同寻常 正常来说他是死缓 只要正常服刑 没有重大的劣迹 自己再提出申请 就可以在两年以后转为无期 再在两年以后转为二十年 服刑二十年以后 他就可以释放 如果期间还有立功表现 就可以继续减刑 徐浩入狱的时候 应该是不到三十岁 正常服刑二十四年 也不过是五十多岁 有生之年还可以出狱 奇怪的是 徐浩根本没有提出任何的申请 正常导致九年以后 才转为二十年有期徒刑 等于白白做了五年老 这很不寻常 显然 同一般的犯罪不同 五 一种推论 纯理论的一种推论 第一件杀人案件出现以后 警方由于抓不到张文华 本着命案必破的原则 将张揭发的徐浩 抓起来 这样多少也是破了案 稍后张文华的揭发信 也为给徐浩定罪 加了些筹码 最终 徐浩被判处死缓 进入监狱服刑 而几年以后 张文华因为抢劫罪 也被捕 同事在湖北上 而他谎称自己是唐建敏 当时按常理来说 应该去查清楚身份 而实际却没有 一种可能是查了 发现此人就是张文华 却因为明知道徐浩这个是冤案 徐的父母又在不断的上诉 万一穿了帮 没办法收场 只得将张 以唐建敏的名字枪毙 因常建敏 因为常年在外打工 其实对这个事情也不太重视 最多认为是搞错了 而徐浩的父母 还在苦苦的等着张文华归案 却不知道 他实际已经被枪毙了 本来 这就可能永远不会穿帮 因为徐的父母 再也不可能知道 张已经被枪决了 更不可能知道 张被枪决是冒名唐建敏 根本就无从查起 好在相反是 政法委副书记姚嘉莲同情这个老太太 最后告诉了他真相 还是有些人有良知的 即使是这样 张文华已经枪毙 死无对证 这案子就很难说了 因为张文华才是关键人物 他可能还知道很多证据和细节 他一死 也就一切都完了 六 引进西部陪审制度 这个案件 为什么要说陪审制度呢 因为这个案子其实非常的滑稽 到处漏洞摆出 甚至可笑 就徐浩本身来说 在证据如此不足的情况下 怎么可能认定他是杀人犯 并且判处死缓呢 根本没有道理 这个案子中很明显的一件事 就是法官判案的时候 受到了一些干扰 并没有按照一般的原则来判案 如果是西方的陪审员审判 就不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西方的陪审制度也非常的复杂 简单来说 就是任何一个美国公民 都可以做陪审员 欧洲也是类似 例如英国1972年刑事审判法 规定 凡属选民年龄在18至65岁 并从13岁开始 在英国居住5年以上的男女 都可担任陪审员 当然 一些和案件有关的职业 比如警察 记者 政客 法官 律师等 不得担任陪审员 这主要是为了公正 防止他们因为立场问题 影响审判 同时英语不好的 家中有困难的 有犯罪记录的 有宗教方面禁忌的 也不得担任陪审员 任何住在案件发生地 原告被告认识的人 也都不允许担任 其他所有的公民 都有义务做陪审员 一旦案件开始 法院随机抽取一群陪审员 在抽取的同时 这些陪审员就完全隔离 不得和任何人见面 不得看任何有关媒体的节目和报道 甚至不能单独接触法官 在正式裁决之前 陪审员之间也不允许交流 然后由双方律师去掉其中4到5人 这主要是公平起见 律师一般会去掉 最有可能同情对方的陪审员 最终陪审员大概是12人 有大小陪审团之分 大的是23人 陪审员参与整个的庭审 并且最终做出是否有罪的判决 陪审员不需要精通法律 甚至不需要细致了解法律 只需要根据自己的生活常识和感受 对证据进行判断 做出是否有罪的判决 12个人中 只要有9个人意见一致 才可以做结论 需要说明的是 陪审员只是定罪 并不是量刑 至于如何量刑 则是法官的事情 一般认为量刑是比较有专业性的 陪审员制度的最大特点 可以有效的避免司法的腐败 避免通过收买刑贿 影响最终的判决 更不会受上级领导的左右 在随机抽取之前 试图刑贿者 无法知道陪审员是谁 而候选的陪审员 有数千人 数万人 甚至几十万人之多 提前刑贿根本也是不可能的 一旦备选之后 陪审员也就立即隔离 想刑贿也就无从谈起 即使有孙悟空的能力钻进去行贿 也要收买12个人 是非常困难的 其中只要有一人举报 你就加上一个行贿罪 罪上加罪 很少有人敢这么做 在目前我国的司法状况下 司法独立不存在 那么陪审员制度 是最实际的司法改良 代价也是最小 我们以前也学苏联 搞了什么人民陪审员 但都是做的样子 这些人民陪审员上不上法庭 没有什么区别 更遗憾的是 我们最新的1992年宪法中 居然已经删除了陪审员的条款 也就是说 这个制度没有宪法依据 而我们所谓的人民陪审员 只是所谓的尼素的菩萨 跟着听听案情看看热闹 真正的庭审合议 跟他们完全没有关系 所以很多法律界的人士认为 应该直接将人民陪审取消 留着反而难看 各国实行陪审制度都很久 英国有几百年的历史 小说红与黑里面 余连就是陪审团定的罪 美国早在建立初期就搞了 沙俄也在大革命之前 完善了这个制度 至于我们 渴望而不可及 至于不可及